这下面心心 心心回向了 心心纯一致心 尽念相及致心 就是佛好 一句接着一句 一切时一切处都不中断 不要出身 心里头摸你 就好 有时可以用金刚尺 口洞 没有声音 我这么多年 在台湾只见到一个 张家大使 我跟他三年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什么处处 他老人家 都在吃咒 他不是念佛 他念咒 不中断了 你才晓得他心都平静 心清静就生智慧 心里都有杂念就生烦恼 你才教的 你才教的 修仙人 只生智慧 不生烦恼 是今年相机 不要有忘年相机 这功夫 回向 回是回转 向是去向 回转自身 所修功德 而去向于所欺 欺取你所希望的 这叫回向 这是所有善根 心心 心心 回向 回向哪里呢 愿神 我故 这个我 是阿弥陀佛自成 我们愿意 到 他的教区 他的学校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很特殊 他不像我们这个世界 有国家 有政府 有领导 极乐世界 没有 他跟祝天 不一样 你看 玉璃宝超 是道教的 道教讲神仙 天上有玉皇大帝 也有文武卑观 佛经上 称他那个地方 叫逃离天 逃离天王 极乐世界 没有天王 没有上帝 只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干什么 在教训 所以 极乐世界 是一个学校 阿弥陀佛 传办了一个大学 佛教大学 老师 是阿弥陀佛 凡是往生 到极乐世界的 都是菩萨 是学生 所以 他是一个大学校 这个里头 没有私能工商 全是菩萨 罗汉 实际上讲 他纯是大臣 他没有校臣 那罗汉是什么 是信菩萨 地位第一点 往上去 有是柱 是心 是回想 是体 华严经上 告诉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 四十亿位 法神菩萨 这是真 通通通都是 明心见心 所以他是正佛 不是家佛 虽然明心见心 他还没有正在圆满 为什么 无师无名 断掉了 也就是 转八十 称四只 都是这样的菩萨 但是 无师无名的习气 没断 每个人 带的习气 后部不一样 带的厚的 位置就低 带的少的 位置就高 四十个阶级 是这么分的 这在理上讲 有 在四上讲 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 只要你到极乐世界 你跟所有一切菩萨 是平等 没有分别 包括 连身体相貌都一样 没有哪个比哪个好 哪个比哪个差 没有这种事情 为什么 这是阿弥陀佛的愿 是方式 终身相貌不一样 相貌好的 起傲慢性 相貌差的 有自卑感 这都是烦恼 会引起烦恼 会引起烦恼 所以怎么办 相貌都一样 以佛为标准 各个人的相貌 相貌跟佛一样 样样都圆满 受命受无量受 相毫无光明 阿弥陀佛 想得太周到了 这四十八月 就是说明 他所想的 全都兑现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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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